货比萌萌,我是伯爷们,新年快乐,兄弟们,今天继续带来价格的经典环节,萌包对决,原价大概500块钱的T不烂,员工最新的萌包,yes,原价只需要199的皇位萌包,究竟哪一个会更赚?可能这里大家都会知道啊,T不烂的市面价格可能更高一点,并且它键数也比较多,有11件,皇位呢,它本来的发售价格呢,原价员工拿的价格也比较低嘛,199,而键数呢,也差不多就9个10个这样子,肯定知道这个会更赚一点,不过我们今天有个全市, 新的玩法就猜一下,哪一箱,我买回来的价格,VS二级市场最终的价格都赚更多,我们还是像上一回的PumaVS Vans一样,我们先挑一个包,哪一个是利愿值最高的,两位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3,2,1,T不烂,你们两个很宽慰啊,对啊,我说T不烂能赚更多,那我们就,我就先开宽慰,宽慰更大一点,今天是我们Gast Station的这个高龄的打底啊,非常舒服,让你冲去吧,好运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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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怎么回事,首先来一条中马的,应该是女款的那条裤子哦,还真不知道怎么评论它哈,看起来有点讲究,应该很修称的,非常Slim的一个版型,再来一条,每开二度XS的,好,再来一条,但是不一样的,这条是稍微浮款一点,薄一点的哈,鞋子啦,全部都是, 1,2,3,4,5,6,饭子哥,诚不起我,果然是9样单品,哈,那这就是699炒价,199原价的宽慰包,我到时候算一下二级市场,所有东西,跟我这个699买的价格,有多少空间,就能得出,我能赚多少了,最终是哪一个赚的多,就谁赢,试试哪的,开口笑,帆布版,我记得我们有一回也是开闷包,然后我在视频里面说了,说我以前很喜欢开口笑,并且有一双帆布的开口笑,我有一个我高中的同学,居然来留言,他说,对我, 我记得你那双开口笑,你看这种翼胶,这种泛黄,很明显应该是四川得过的版本来的,原价而已,二级市场说不定169,是吧,哼哼哼哼哼哼哼,Truck 70i,45码,有没有兄弟适合,超大的这个,它很好看啊,波旧的最后复古编,这个是太空大观蓝主题的,38码,Space Jam,记得当时我们还有像还跳过一个饭的,我们这层倒闭货了,还蛮可爱的哈,黑色鞋面,细节蛮多的,女生款,然后这个是39码,看看这一双,哎呀又出现了,叨叨叨叨,不知道在哪一期 这个透明鞋底的,我们好像从两年前开始就已经在开出这一个库存货了,还没清完到现在啊,可不可以做一个特效,我吹一下,然后就变一些让大家喜欢的东西出来好不好 恭喜你,又被你装到了 哎呀,这个还不错耶,哇,软木塞耶,有点意思哈,刚才已经有点掉落了,这种就是在生产的时候没有去拿捏好哪一种材质的稳定性啊 那最后一双啦,这个鞋型我已经看到了,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宽威鞋型 Bag,ONE STAR,诶,这犯错了吧,盒子写的ONE STAR,他拿一个ONE STAR的鞋盒,你看,这个号数都没有对上,给了我一双TRAX70,而且是一个女马的,这个是37的,兄弟们,挺抽象的哈,你看,这个是什么作品啊 大师涂鸦 喜欢画画,我擦,真的拦不住的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哎呀 我跟你说我已经赢了 哇,这不定啊,我不信,我不信 绝对不可能 首先来开一个小腰包,给大家祝祝幸,卖鱼了哈,卖鱼了哈 也是一双工装靴哈,38号的女马的,那我对T不烂其实了解不算特别深,后续会把这个查询到的资料放在这里 第二双鞋子,这种款式应该是爸爸最爱了吧,42码的一双休闲鞋 前面上面有些暗花的,OK 第三双,来点野性的好不好 这个经典的大黄靴,版型 在靴口位置呢,抱纹覆盖 一双女鞋 第四双,哇 38的一双外增高女靴 哇,这种你看,你应该发售价值起码过钱的这种应该是 经典来啦,兄弟们 经典的大黄靴,就夏天也可以穿,还有一些嘻哈的造型 但你脱鞋的时候麻烦在5米范围内设立一个进去啊 马上跟LV有一个联名,听说价格好像非常夸张 然后剩下的全是衣服,加大 然后利用运动夹克,这种很爸爸耶,这种穿起来 这什么歌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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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第二双,感觉这个这么奇怪啊 小衬衫 这个也太,太像球服了 ASMA的一件迎接暖体 前面有两个袋子,可能就是方便你干活的时候放点什么东西在前面 这小短题也是ASMA的,也不拆它了 前面是一个TBLAN的这个树状的一个logo 最后一件 这是羽绒三合一夹克 其实它是亮晴色,它不是黑色的 怎么样?不咋样 你是酸吧你 好吧,看看最后结算画面究竟哪个包的利润更高 MISSION COMPLETE 大过年的一小红红火火 天拉的火龙果 通常的西美 酸酸甜甜百香果 看到这里估计会有朋友问 为什么要奖励他们啊佳哥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我们还要加上这一个 桑胜五黑茶 有种健身玩的背心放在洗衣机三天没洗的味道 开口兄弟们 龙年火龙火龙红火姬 那这个茶有点臭味的味 我都说是健身了三天的背心没洗的味道 三年一步,给他们打打气 干什么呀 我和大家共作一共 恭喜发贷彩 我以为你终于负责 我以为你尝尝 你怎么打蓝针呢 他那个茶真的不好喝 只是茶不好喝 他给自己在后面那个毁那里 他那个臭袜子的味道越发浓重 我跟你说 大家有什么好的配方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下一期把你的配方用上 火饼闷闷闷包比拼第二回 喜欢看的话 再分享给更多需要快乐的朋友 下期见,下期见牛逼